梁泽旭追沈曼,追得轰轰烈烈 沈曼生病缺考 他不希望有人抢了他第一的位置 于是扰乱考场,撕毁了我的试卷 他说,是为了公平 后来两人终成眷属 携手走向美好未来 谈起他们时,众人皆是满满的羡慕 我却因为回了考试 失去了奖学金,没钱给妈妈交手术费 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被车撞死 结束了潦草的一生 可是没想到,我重生了 回到了考试的那一天 我以为我死了 但是一睁眼,却发现自己正坐在考场上 旁边站着兼考老师,正在轻轻敲我的桌子 见我醒了,老师松了口气 压低声音,语气称怪 就算提前答完了也不能睡觉啊 多检查检查,茶路不缺 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低头看向面前的试卷,一度精神恍惚 这是高二的期末考试,我竟然回来了 正在我沉浸在重生的惊喜之中的时候 旁边突然发出一声巨响 这不公平,我扭头看去 只见梁泽旭拍着桌子站起来 一脸的义愤填膺,慢慢生病了 没来考试,缺了一个人 这场考试就没有任何意义 说完,他环视四周 目光最终落在了我的身上 这场景,我见过 当初梁泽旭就像现在一样 发疯一般地冲过来撕了我的试卷 因为我和沈曼成绩不相上下 他没来考试,我也不能考 他说要为心上人争一份公平 因为他的举动,考场被扰乱了一团糟 事后却没人追究这件事 究其原因 不过是因为梁泽旭是富二代 他爸用钱摆平了这场小闹剧 没错,对他们而言 不过是个小闹剧 对我而言 却是人生发生天翻地覆的开始 我妈生病 等着我拿到奖学金 为她支付手术费 可是我没有成绩 自然拿不到奖学金 我妈没钱治病 死了 我太过伤心 精神恍惚出了车祸 也死了 我不甘心 凭什么他们的幸福 要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 凭什么他们毁了我的人生 还能如此心安理得 凭什么 大抵是上天听到了我的诉求 竟然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如今场景重现 我心里一颤 来不及多想 当即将试卷和达提卡 一股脑全都塞进衣服里 因着我的举动 梁泽旭愣了一下 但是很快 他又朝我冲了过来 伸手要来拉扯我的衣服 老师 救命啊 梁泽旭当众耍流氓 他要强暴我 我死死地抓着衣领 扯着嗓子放声尖叫 既然重来一次 我绝对不会让曾经的悲剧再次发生 这一次 就算是赌上我的名声 我也要保住我的前途 我们被带到了校长办公室 梁泽旭耿着脖子 指着我的鼻子 气急败坏地骂 谁看得上他这样的呀 我又不是瞎了 对于他言语中的奚落 我未曾反驳 只是死死地抱着自己 默默落泪 十足地被恶霸欺负的柔弱模样 兼考老师心疼地抱着我 控诉梁泽旭 你当众就要扯他的衣服 监控都看得到 还在这里狡辩 我那是要他的试卷 考试的时候 你抢人家试卷做什么 难道你还想作弊 你有没有把学校的 规章制度放在眼里 面对监考老师的质问 梁泽旭一时语色 他不好解释 毕竟是关沈漫的名声 他不想把他牵扯进来 我也不想 虽然事情的起因是沈漫缺考 但是在这之前 他并不知情 是无辜的 我不能为了自己 毁了另一个女孩子的名声 始作俑者 只能是梁泽旭 他最该死 看着眼前混乱的场景 校长加在其中 也十分为难 一边是学校排名前几的学生 一边是给学校捐了不少钱的大少爷 手心手背都是肉 哪个他都不舍得 校长纠结的头都大了 犹豫了半天 最终挤出来一句 这件事还是要双方家长出面来解决一下 原本梁泽旭还在叫嚣 一听要叫家长 人顿时就伪了 他怕他爸知道他又惹事了 做天做地的大少爷 原来也是个软脚虾 我在心里冷笑一声 面上依旧柔弱无依 低声说 抱歉校长 我妈来不了 她病情严重 医生不让出院 说着说着 我又忍不住双手捂着脸 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这次是因为高兴 我妈还活着 闻讯赶来的班主任刚一进门 听到我的话 事实地解释 王芳和他妈妈生活 他妈妈身体不好 一直在住院 平时王芳放学之后 还要去医院照顾他妈 这孩子很不容易 周围人一听 顿时唏嘘不已 校长叹了口气 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孩子 时间不早了 你还得去医院照顾你妈妈 先回去吧 这件事你放心 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我点了点头 哽咽不已 谢谢校长 也谢谢各位老师 鞠躬之后 我转身离开 第二天课间操的时候 我被叫到了办公室 班主任递来一张银行卡 这是梁泽旭给你的精神损失费 我看着那张卡 没伸手 老师叹了口气 塞进了我的手里 拿着吧 你现在正需要钱 有了这笔钱 你妈能好好治病 你也不用再去辛苦地打工 可以专心学习 不要隐小时大 你要明白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读书 考上大学就好了 别为了不值当的人 牺牲了自己的前途 我低着头 默默地听着 攥着银行卡的手 不断地用力 老师看向我时的表情 更加心疼 老师知道你受了委屈 所以你更应该努力 才能走得更远 站得更高 到时候 你就可以为自己讨回公道 两久之后 我长出一口气 沉声回应 老师 我都明白 谢谢你 离开办公室 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 我终于忍不住 笑出声来 什么公道 都是放屁 我敢保证 如果山高路远 这些全当是一点利息 将银行卡妥贴收好 眼前多了一双脚 是梁泽旭 此时我脸上的笑容还没散去 被他看得一清二楚 你搞这么多事 就为骗这点钱 你还要不要脸 我眨眨眼 读书人的事 怎么能说骗呢 梁泽旭铁青着脸 居高临下地俯视我 譬如前世在酒店施舍我一般 你要钱我给你就是 你知道你坏了我大事吗 那你知道 你差点坏了我大事吗 我笑容脸去 身体一点点逼近 眼中翻涌着恨意 脑海中浮现起前世 母亲临终前的挣扎 我被车撞时无助 种种遗憾 随便一个拎出来 将眼前之人千刀万剐 我都不足平衡 梁泽旭 梁大少 你纵有万贯家财 但也要有命享用 中国有句古话 舍得一身寡 敢把皇帝拉下马 他四看出我眼底那浓浓的杀意 根本无法理解 不过就是一场考试 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凶狠的眼神 他第一次躲避了我的眼神 放下一句 你真有病 便匆匆离去 望着那仓皇的背影 我笑着笑着眼泪飙出 梁泽旭 你欠我的 远不止这些 或是我癫狂的表现 梁泽旭竟许久没打扰我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舍曼病遇回来了 王芳 能出来一下吗 舍曼找到我 这是我没想到的 但我还是很听话的跟了出去 来到走廊刚站定 没等我说话 他便向我鞠了一躬 对不起 王芳 考试的事情我听说了 我为梁泽旭的行为跟你道歉 出来前 我想了无数种可能性 但唯独没有道歉这个环节 前世 沈曼是天之娇女 我们之间的交际 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突然来这么一招 反倒让我准备好的一些说辞 堵在胸口 只能干巴巴憋出一句 没 没关系 看他一脸认真的模样 我深吸一口气 眸露惊光 重新开口 其实这件事不怪你 也不怪梁泽旭 他也是为了维护你 只不过这场考试 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家里 哎 抱歉 我说多了 你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吗 沈曼眉头微微皱起 拉起我的手说 我长叹口气 勉为其难 道出了我家的处境 只见他听完 眉头皱得更紧 眉宇间更是有纷纷之意 真是太过分了 这个梁泽旭 简直太任性了 就这么点小事 非要闹得天翻地覆 这要是真的造成什么 不可挽回的后果 他不会良心不安吗 良心 那玩意 他也配拥有 我 一脸慌乱 都捂住嘴 我不是这意思 他也是为了你 我不需要这种人血馒头 沈曼一脸冷意 他以前再怎么胡闹 我全当他是被宠坏了 只是任性 本性不坏 现在看来 哼 随后看向我时 他目光变得柔和 你别怕 你做得对 以后你也不用帮他开脱什么 若是遇到什么难处 尽管找我 能帮的我一定会帮 前世 沈曼接受了梁泽旭 不过是 对他刻意营造的浪漫 门在谷里罢了 而我现在要做的 就是打破这面谷 让他看清楚 梁泽旭这自诩的浪漫背后 到底有多么恶心 梁泽旭 你当真以为一点钱 就能抵消你的错了吗 咱们来日方长 不过眼下当务之急 当然是学业为重 这才是我唯一的出路 从那天开始 沈曼和我的交集 变得多了起来 我们成绩相差不多 但是相对于他的稳扎稳打 有时候 我的成绩起伏比较大 毕竟我一边要学习 一边还要照顾妈妈 打工补贴家用 分身乏术 精神头跟不上 沈曼自打知道 我家里的情况之后 想着办法帮我补习 市场上买不到的习题册 名校的内部试卷 他总是能搞到 然后放到我的面前 他说 你是难得一遇的竞争对手 我很欣赏你 你家里的困难 我暂时无能为力 但是作为同学 互帮互助还不是问题 他对我格外关照 反观梁泽旭 倒是被他冷落一边 哪怕迎面走来 也当是透明人一般 擦肩而过 多少次我都能感觉到 背后有一双 恶狠狠的目光注视着我 想必他一定是觉得 我在嚼舌根子吧 真聪明 还真猜对了 芳芳 我在图书馆给你占了位置 你完事就过来吧 我回了沈曼一个 好 收拾完教室的卫生 便去了图书馆 我妈最近恢复得不错 已经出院回家休养了 也不需要我每天都赶回去照顾 我趁着难得的空闲时间 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 使劲遨游 到了图书馆 我一眼就看到了沈曼 刚要打招呼 紧接着就看到了 坐在他身侧的梁泽旭 到了嘴边的话 又被我咽了回去 他坐的是我的位置 真会气 梁泽旭正在和沈曼说着话 余光见我走来 当即朝我狠狠瞪你眼 又用看似低声 实际在场的人都听到的声音问 漫漫 最近你对我态度这么冷淡 甚至有人在你面前说什么了 你不要相信 那都是胡说八道 有人心思恶毒 见不得别人好 就想尽办法挑拨离间 你可千万不要被蒙骗了 梁泽旭说的情真意切 字字朱击 然而沈曼却没有表现出他所期待的恍然 反而紧皱着眉 一脸不耐 梁同学 我们只是普通同学关系 关于旁人对你的评价 我并不在意 麻烦你以后 不要再说这种容易引起误会的话了 我不想惹麻烦 还有 这里是图书馆 要保持安静 你刚才的声音已经影响到其他的同学了 梁泽旭文言 下意识地环顾了下四周 只见周围的同学都看着他 面露不满 梁泽旭有些难堪 但更多的是不悦 只是当着沈曼的面 他不好发火 深吸了口气 他调整好表情 没有因为沈曼的拒绝而伤心 又是一副关切贴心的模样 你别生气了 我下次注意 不会再打扰其他人了 好吗 今天是你生日 我特意给你准备了惊喜和礼物 消消气 说着他突然站起身 打了个响指 啪 原本灯火通明的图书馆 一下子陷入黑暗 只有边缘的安全通道 散发着绿油油的光 停电了 我正纳闷 突然门口亮起了微弱的光 伴随着永远寂静的声音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只见平日跟在梁泽旭身边的那群小弟 手捧着蛋糕 蜡烛上的火焰在跳远 其中一人从背后拿出一束鲜花和一个礼盒 梁泽旭接过 转过身看着沈曼 深情款款 曼曼 生日快乐 这是我陪你过的第一个生日 但是你放心 从今以后 你的每一个生日 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直到永远 全场一片寂静 气氛有些尴尬 梁泽旭脸上有些不好看 跟班中有人率先鼓起掌 其他人也跟着拍了起来 只是除了他们之外 别的同学都没有反应 稀稀拉拉的掌声 使得原本的尴尬又浓厚了几分 曼曼 你 啪 灯重新亮起 驱散黑暗 退后 都退后 随着一声怒吼 我提着灭火气 剑步冲上前 对着梁泽旭和他的跟班一顿猛喷 他们毫无准备 他们始料未及 他们被喷得满身满头都是泡沫 活脱脱几个雪人处在那里 王芳 梁泽旭一把甩开手里的礼物 抹掉脸上的泡沫 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 你他妈干什么呢 找死是不是 我提着灭火气 力证站好 十足好学生的模样 伸手指了纸墙上的标语 好心提醒 图书馆禁止明火 万一发生火灾怎么办 我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你他妈的胡说八道什么 梁泽旭一把薅过蛋糕上的蜡烛 狠狠丢向我 就这么几根破蜡烛 能烧了什么 哎 话不能正说 我退后一步 微醋着眉 满脸不赞同 一个烟头都能烧了一座山 你这可是好几根蜡烛 不要小瞧了他们的威力啊 你找死 梁泽旭气急败坏 挥着拳头冲上前 却被沈漫半路拦住 梁泽旭 本来就是你做的不对 你应该向所有被你打扰的同学道歉 面对沈漫 梁泽旭还能放下身段 好脾气的哄着 但是他骨子里依旧是骄傲的大少爷 怎么可能对旁人低头弯腰 视野梁泽旭磨了磨牙 却是一声不吭 不道歉就别留在这里了 其他同学还要学习 你已经耽误他们太多时间了 沈漫冷着脸 丝毫不留情面 就是 就是 我躲在他背后 胡假胡威 你不学还不让别人学了 讲不讲道理 你 你们梁泽旭气的话都说不利索 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甩手离开 其他跟班见状 也急忙跟了上去 他们一走 我这才松了口气 热闹散了 其他人也回到了自己原本的位置 沈漫和我一起 去找管理员借工具 把地上的狼藉打扫干净 放学后 我被梁泽旭堵在了小胡同里 他的脸色很不好 自打他在图书馆成了显眼包之后 沈漫对他更加的冷漠 而他将一切的原因 都归结到我的身上 要不是你捣乱 沈漫早就同意和我在一起了 老子努力了那么久 全被你搞毁了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发牢骚 没有任何表态 毕竟 他也不是来找我聊天的 我只想他赶紧说完 好放我离开 今天家里吃火锅 我妈还等着我呢 其实你是故意的吧 梁泽旭上下打量我一番 突然话题一转 为了引起我的注意 我茫然在我脸上蔓延 这几天我想了很久 终于想明白了 你故意捣乱 还总是出现在沈漫身边 说我的坏话 其实是因为你喜欢我 所以故意耍手段 你表现的与众不同 以为这样就能引起我对你的注意 从而被你吸引 别做梦了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我眼睛瞎了都看不上你 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 你也配 我的沉默阵笼发聩 想得挺好 下次不许想了 看着他满脸不屑的样子 我深吸了口气 诚心表示 家里没镜子 难道也没尿吗 梁泽旭皱眉 你什么意思 我求求你了 撒泡尿好好看看 你就知道自己多傻逼了 还我喜欢你 要不你还是揍我一顿吧 也比侮辱我强 你 梁泽旭背对的面红耳赤 气急败坏 竟然真的举起拳头 我不紧不慢地掏出手机 拨了三个数字 然后展示给他看 你敢动手 我就报警 有本事 你继续找你爸 帮你解决烂摊子 提起他爸 梁泽旭一下就怂了 善善然地放下手 看着他这样 我在心里冷笑 梁泽旭之所以这么闹腾 一方面是为了追沈曼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 获得他爸的关注 想要得到亲情的心情 可以理解 但是行为太傻逼 不能原谅 上次的事情 已经让他爸对他很不满 如果再闹出什么事 想必梁泽旭这个小男保 就要彻底失去父爱了 回去好好照照镜子 下次再让我听到 你这么羞辱我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说完我转身 潇洒离去 本以为梁泽旭 能够清醒一点 但是事实证明 我高估他了 自信男保 怎么会知难而退呢 他越挫越勇 不知收敛 而且在追沈曼的空余 还不忘霸凌我 具体表现尤其不限于 涂满了红墨水的座椅 被推翻的书桌 采满了脚印的课本式试卷 以及莫名其妙 被关在卫生间里 兜头一盆水浇了下来 我当即成了落汤机 抹了把脸上的水 我掏出手机 不多时 别住的门从外面打开 沈曼一脸焦急 王芳 你没事吧 我扯了扯嘴角 挤出一个笑 如你所见 不太好 但是没大事 沈曼二话不说 将外套披在我的身上 扶着我往出走 刚到门口 就看到了急匆匆赶来的梁泽旭 看着我狼狈的模样 他皱着眉 一脸气愤 这是谁干的 我静静地不说话 我听说你被人关在卫生间 就赶紧过来 虽然咱俩之间有矛盾 但你毕竟是曼曼的朋友 我绝不会看着你受欺负的 我依旧沉默 看着他眼 梁泽旭表现了一份甜音 对着沈曼表态 你放心 这件事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哦 是吗 最近和沈曼待的时间久了 对他的一些习性也比较了解 此时听着他无波无蓝的语气 我就知道他要发飙了 果不其然 沈曼很没冷对 怒气质问 梁泽旭 你以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 是个白痴吗 这件事到底是谁策划的 难道我们不清楚 你装什么好人 曼曼 你是不是误会了 不是我 梁泽旭下意识地反驳 沈曼却根本不信 教室里的监控不是摆设 你指使你的小弟欺负王芳 做的那些事 都被拍了一清二楚 至于刚才的事情 我赶过来的时候 正听到那几个女生中 有个人在给你打电话 却都作罢 他将目光头向我 像是看到了希望一般 将所有的锅都往我身上甩 都是因为他 是他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他喜欢我 就故意破坏你我之间的感情 想要承虚而入 曼曼 他接近你都是有预谋的 他根本就没有真心把你当朋友 你别被他骗了 我 他真的 我哭死 我何德何能啊 梁泽旭咆哮完 充满稀奇地看向沈曼 然而 他并没有在沈曼的脸上 看到期待的了然 反而是更加浓郁的失望 你凭什么觉得 我会和你在一起 因为之前我们相处得很好 你对我态度也没有这么冷淡 难道不是因为你被我打动了吗 文言沈曼揉了揉眉角 低声抱怨 靠 我惊讶地挑了挑眉 无论何时 我对你和对其他同学 都是一样的 并没有什么特别 你之所以觉得我们相处得好 是因为我不想你在胡闹 打扰其他同学学习 但是 我自知 没有对你有过任何承诺 更没有回应你的任何感情 如果对你造成什么误解 我很抱歉 沈曼态度诚恳 言辞恳切 诚意十足 对梁泽旭来说 却像是一记耳光 狠狠地甩在脸上 你的意思是 一直以来 都是我在自作多情 沈曼不知可否 我在一旁点了点头 没错 是这样 叹了口气 我有些感慨 不得不说 你自信过头的样子 真的很丑 一阵风吹过 我情不自禁打个冷战 沈曼见状 连忙帮我弄好外套 抬眸 看向面前站着的梁泽旭 他面若冰霜 你霸凌王芳的事情 我们不会忍气吞声 收集到的证据 也会上交给学校 希望你及时停手 不要再执迷不悟 否则 后果自负 说完 他就扶着我离开了 我回眸 只见梁泽旭一直望着我们 眼眸中闪烁着愤怒和凶狠 我和沈曼将收集到的证据上交 给了老师 近几年来 校园暴力 备受社会重视 事业老师也不敢清待 当即表示 会上报领导 为我们讨回公道 一连几天 梁泽旭都没有来上学 没有了他的捣乱 课堂终于又回到了 原本宁静祥和的模样 大家专心学习 朝着相同的目标 共同努力 我和沈曼几乎形影不离 你追我敢 互相学习 互相进步 竞争 也是为了彼此更美好的未来 新的希望就在眼前 然后 我们就被绑架了 蒙住了双眼 绑住了手脚 能够感受到的 只有车子的颠簸 四周十分安静 没人说话 我能感受到 身旁的沈曼很紧张 呼吸声明显变得粗重 调整心绪 我静下心来 慢慢感受 调整了一下坐姿 我靠着沈曼 手指在她背上慢慢滑动 她身体僵了一下 随即放松下来 仿佛无事发生 过了许久 车子停了下来 我和沈曼被拉扯着 推进了一个房间 沈曼在我耳边 轻声说了句话 眼罩被解开 映入眼帘的是 梁泽旭笑得阴沉的一张脸 好久不见 果然是你 见我们丝毫不惊讶 梁泽旭没烧轻调 有些诧异 你们早就知道是我 那倒不是 不过和我们有过节的 就你一个 而且有钱有闲的 也就你一个 所以 不难猜 我翻了白眼 文言梁泽旭表情僵了一下 磨着牙 神情不爽 一旁的沈曼声音冷漠 梁泽旭 不要一错再错 放我们回去 今天的事 我们可以不计较 别让我瞧不起你 话音刚落 梁泽旭突然凑到沈曼面前 捏住他的下巴 强迫他抬起头来 四目相对 他咬牙切齿 难道之前你就瞧得起我了吗 我为你做了那么多 冒着被我爸责罚的风险 毁了考试 都是为了你 可你呢 你对我付出的真心 丝毫不领情 甚至还帮着那个疯女人对付我 沈曼 你有没有良心 我就是喜欢你 想要和你在一起 我有什么错 他的癫狂 没有换来沈曼的怜悯 沈曼依旧冷静自持 目光清冷四月 那我又有什么错 王芳又有什么错 你喜欢我 我就必须要接受吗 你做的那些事 全都是损人利己 你有在乎别人的死活 有在乎我的想法吗 你没有 你只顾着自己开心 自己爽 你觉得地球都得围着你转 你以为你是太阳吗 你所谓的喜欢 却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你因为家境好 所以做错了事情 也有人帮你擦屁股 但是其他人呢 他们只是寻常的普通人 勤勤恳恳地上学读书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 可你不管不顾 肆意破坏 差点毁了别人的一生 你有什么错 你错在狂妄自大 目中无人 认不清自己的能力 还自以为是 梁泽旭被骂得脸都绿了 磨牙的声音一阵接着一阵 他突然用力将沈漫甩在地上 进而走向我 都是因为你 如果不是你坏了我的好事 我和漫漫 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这个贱人 去死吧 说着他狠狠踢了我一脚 我疼得蜷缩成一团 浑身发抖 梁泽旭 你干什么 沈漫大叫一声 难得失了平时的沉稳 梁泽旭乐见他失控 反而更加兴奋起来 又连着踹了我几脚 剧烈的疼痛 已经使我眼前变得模糊 口腔里一吸有血腥味在蔓延 这种感觉 倒是分外熟悉 你不是向着他吗 我不舍得动你 还不能收拾他 你也不用着急 今天带你们过来 我就没打算放你们回去 你现在不喜欢我 没关系 我相信日久生情 只要我们相处的时间久了 你一定会对我有感觉的 我们时间多的是 我可以慢慢跟你耗 直到你愿意为止 你想要求尽我们 沈蔓的声音在抖 你知不知道 这是违法的 那又如何 梁泽旭轻蔑地笑了笑 不以为然 看我时 像是在看一个微不足道的垃圾 你们也知道 我家有权有势 囚禁怎么了 不过是小事而已 我爸照样会帮我摆平 不会有人去追查你们的下落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你们就乖乖地留在这里 梁泽旭踩着我的脸 神情越发得意 之前你不是很嚣张吗 还说我有钱没命花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谁才是没命的那个 他一把掐住我的脖子 慢慢用力 神情兴奋到扭曲 他在欣赏我冰死的状态 感受着我被他玩弄于鼓掌之中的兴奋 梁泽旭 你放开他 审慢费力地站起来 用尽全身力气冲向他 梁泽旭没有防备 被撞向一旁 脖梗间的束缚消失 我得以喘息 梁泽旭很快又站了起来 你狠地看着我们 好 很好 你们真是好样的 说吧 他将我低流起来 又狠狠地摔在地上 我一度疼得失声 有东西从口袋里面掉了出来 是我的手机 梁泽旭捡起手机 看了一眼 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 没错 我在直播 而且观看人数还在递增 已经破万 趁着他愣神 瞅准时机 我对着手机大喊 我们被关在春莹路535号 快帮我们报警救我们 梁泽旭想要捂住我的嘴 但是已经为时已晚 警闭声很快响起 梁泽旭脚不裂切 脸色一片灰白 虽然我妈病情得到了控制 但是她的身体状况 还需在家休养 不能出去工作 而我已经高三了 学业繁重 也分不出太多的时间去兼职 想来想去 某天夜里 我开通了直播 直播学习 偶尔也会和观众聊一聊 关于学习的问题 没想到真的有人看 观看人数还不少 也收到了一些打赏 虽然不多 但维持我和我妈的 基本生活没问题 于是我每天坚持直播 从未间断 这次被梁泽旭绑架 手脚被困住 无法打电话报警 但是我之前为了方便 设置了快捷程序 可以一键开启直播 所以从我们进到这个屋子 直播就已经开始了 梁泽旭的一言一行 都被万千网友 听了个清清楚楚 至于我为什么会知道 我们身在何处 这就要归功于我的勤劳 和沈蔓的聪明才智 之前为了打工挣钱 我跑了不少地方 闭着眼睛都能找对路 这一路上 我计算着路线 而沈蔓通过车子行驶的速度 算出了我们所在的位置 梁泽旭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或者说 其实他从未看得起我们 所以防范心不重 被我们钻了空子 结果 他的计划功亏一篑 不仅如此 他还在所有人面前露了脸 都知道了他意图囚禁 还妄想杀人灭口的事情 这一次 他爸怕是不好摆平了 梁泽旭被抓了 我们得到了解救 这件事影响不小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梁父亲自来和我们商议和解 被我们双双拒绝 您对他的宠义 造就了他不知天高地厚的性子 这次我们是幸运 才能脱身 若是换了毫无准备的人 又该如何 如果问题不能解决 就把制造问题的人解决掉 梁父杀鱼而归 又过了一段时间 听说梁泽旭还是被放了出来 但是面都没露 就被他爸打包送到了国外 总不能留在这里 继续丢人现眼 我的伤势不太严重 休养两天就又生龙活虎 梁父派人送来了赔偿金 我毫不犹豫地收下了 这是我应得的 是梁泽旭欠我的 有了这笔钱 我更不用担心 和妈妈的生活问题 摆脱了一个大麻烦 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 时间飞逝 高考如期而至 这一次 我完整地坐在考场里 拿着笔 在答题卡上 一笔一画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曾经触碰不到的未来 这一次我摸到了 再见到梁泽旭 已经是多年后 毕业之后 我和沈曼一拍集合 联手开了公司 效益不错 蒸蒸日上 旁人见了我们 都要尊称一声 王总 沈总 双子星女魔头 本名声非比寻常 一次酒会 有人迟疑地喊了我的名字 王芳 我回头看去 一戏辨认出故人的模样 梁泽旭 原来真的是你 梁泽旭面上一喜 快步上前 对我表现得十分的热络 这么多年不见 你变化真大 我差点没认出来 我挑了挑眉 没有搭话 梁泽旭有些尴尬 扯着嘴角笑了笑 说明来意 其实我今天是想要找合作的 近些年来 我家生意一直都不太好 如今你混得这么好 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 你一定要帮我 这玩意儿太冲了 果然 狗改不了吃屎 求人就这态度 我呸 我觉得不太好 为什么 大概是没想到我会拒绝 这句话唤起了梁泽旭久违的记忆 他的脸色青青红红 格外精彩 我却没了观看的兴致 摆了摆手 转身离去 不远处 沈漫正对招呼我过去 看着他身旁围着的几个阳光 开朗大男孩 我眼前一亮 加快步伐 身后是过去的阴霾 眼前才是崭新的未来 全文完感谢观看